啊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 那是发生啥事了 何惠看陆山河一眼 欲言又止 这一个表情 陆山河就明白了一半 是不是和大勇他们又欺负你了 没有 也不算欺负 这不是前几天村里发了受灾的补助粮吗 你外公那边没分到 妈 你不会是想送粮食过去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 是这么回事 你外公不是没分到吗 就和我开口说分他们一些 街上有些人听到了 不但劝我不要给 还说了你外公一些不好听的话 何惠虽然极力掩饰 陆山河也能想出当时的场景 一定是何方明说话太难听了 这才引起了重力 妈 这件事我也不同意 其实你外公也不容易 今年地理又没有收成 妈 首先他家地没有收成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别人下地插秧的时候 他们在睡大觉 打扑克 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第二 生产队分粮食 自然有人家的一套规则 我听说 但凡是跟着抢收水稻的人家 都分到了粮食 生产队之所以没有分给他们 是因为抢收的时候 他们一家不但在家睡大觉 而且还在外面冷嘲热讽 说什么幸亏他们家没种 不然种了也是白种 所以 这粮食不许给 也不能给 何惠满脸纠结 欲言又止 眼看何惠满脸纠结 陆山河道 妈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家没有了粮食 而何方明有粮食 何方明会接济我们吗 那不一样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何大勇和何大智 还有何方明以后 都不中低了 咱们要替他们养老吗 不一样的 他们怎么可能不干活 妈 你知道为什么何大勇和何大智 成了两个废物吗 都是你和我爸给惯的 如果一开始 你们就懂得拒绝 何大勇和何大智 绝不可能落到如今的田地 如果你希望他们以后过得好 就听我的 这粮食 无论如何 都不能分给他们 可是 如今的年锦 饿不死人 而且大活人 还能让尿给憋死 你放心好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不用你开口 我会亲自扛着粮食 去借给他们 借吗 对 借 如果你真想让他们过好 就是借 如果你希望他们 这辈子都是趴在我们 陆家身上吸血的两条猪虫 那你就偷偷地接激他们 继续养他们那一身懒金 说完路山和洗脸去了 只留下何慧 慢慢回味儿子的话 也许真的是我们害了他们 孩子说得对 这粮食的确不能给 如果大哥和二哥 能勤劳起来 日子肯定比现在这样好 如果他们肯干活 也就不会连的都没重上 可就在他打算出门 打些猪草回来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人影走进了院子 大哥 你来了 山河呢 又出门了 嗯 刚出去 何大勇腰感不由地挺直了几分 爹和你说了吧 说什么 说什么 当然是说粮食的事了 爹说咱家的粮食 都被你们家领回来了 你说你也是 这种事你怎么好意思的 那可是咱家十几口的口粮 你全领到你家算 怎么一回事 爹的意思也很明白 按人投分 该分多少分多少 经过了路山和一番开导 一番反思 何惠此事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大哥 你还记得你十六岁的时候吗 何大勇一愣皱了皱眉 别说没用的 今儿我是替爹要粮食来了 哎 那时候的你多勤快啊 家里的日子虽然苦 也不比别人差不适 要是大哥你能像当年一样 不等何惠说完 何大勇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何惠 你这是在教训我们 大哥 不是的 在街上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给的 可是别人也说不该给 毕竟当初抢收的时候 你也没出力不是 何惠 我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就一句话 你给还是不给 大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别人有不如自己有 你要是和十六岁那时候一样的话 肯定不比别人过得差 看你这样子是不给事吧 对 不给